五彩繽紛摸起來黏呼呼 捏起來嘎嘶作響既療癒又紓壓 這就是現在風靡全球的黏土玩具史萊姆 而這名年僅20歲的年輕人雅各 已經靠著他大發力士 Slime Obsidian has over 2 million followers across Instagram, TikTok and YouTube and sells around 4,000 jars of slime every week prices start at 13.29 就算每罐都僅算以最低價格售出 雅各自創的史萊姆品牌 每週銷售額最少也可以達到140多萬新台幣 也就是雅各一年業績 已經飆破7000萬台幣 真是相當驚人 也讓人好奇究竟他成功的秘訣在哪裡 Slime Obsidian also has around 4 different social media pages where we post a lot of satisfying content There was one post that I think got like a million views so that blew my account up and I think kept up that momentum on the explore page with my videos so stuff like that really helped my account grow 雅各17歲就開始嘗試拍製作 史萊姆的影片 隨後開始在網路賣起相關產品 而他認真經營粉專 情魚跟粉絲互動 業務量也跟著水漲船高 隨後雅各決定從大學休學 當起專業的史萊姆產品銷售員 沒想到就連美國實境秀女星 金卡戴山也對她的商品很感興趣 所以她把我寄了一列的東西 孩子們喜歡的東西 在兩天我做了24號燈紙 然後把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種 她在她的Instagram的故事 然後這就把我推倒了 我一直以為 你只希望這樣會發生 明星加持之下雅各的产品也在网路热销 去年黑色星期五仓库更是瞬间被清空 现在雅各的史莱姆产品依旧享有超高人气 工作团队人数也扩充到10人 同时为了处理不断涌入的订单 雅各还砸重金添购新设备 全力打造属于他的史莱姆帝国 环宇新闻林博宏综合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